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看这孔雀灵好看吗 这个 这个是真的孔雀灵啊 这个 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是个真事 最近就是过年的时候发生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吧过年的时候和老公闹了别扭 那老别扭呢 他就不愿意在那个房间待着了 后来他就自己出来了 独自一个人呢 就去咖啡馆做了一个下午 想散散心 然后呢 他光坐在那他也没意思 因为他呢还是比较文采的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短文 发了一个朋友圈 他的短文怎么写的呢 他的短文就是 一个人独处 可以没有束缚 没有压力 可以像小鸟一样放飞自我 只有宁静与自由 在静腻的时刻 听从自己的心声 享受一份纯真的喜悦 他写完之后 觉得自己的心情豁然开往 特别开心 他就把这段话 发到朋友圈了 可是他没想到 发完了他老公 很快就给他点了赞 而且还留言了 说了什么呢 他老公写的是 你这个和我想的一样 谢谢大家 下次见 下次见 听听吧 有ählt